中央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於5% 國家法改委副主任趙神恩在記者會上強調 這個預期目標符合經濟運行走勢和經濟發展規律 也有利於引渡各方面更注重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他又說中國31個省區市中有27個省份預期目標高於全國 其中有23個省份就是5.5%或以上 各地的發展信心採取的務實舉措為全國目標實現創造條件 打下了基礎 趙神恩又說農曆新年內地的消費市場表現十分好 旅遊、出行、餐飲和零售等的服務消費大幅回暖 為今年建立良好的開局 對於有記者就提問 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速達到3% 美國就是2.1% 但從經濟增量來看 美國的增量就要比中國大 中美經濟總量差距正在擴大 趙神恩回應時說 不同國家在做GDP總量核算的時候 用的都是本幣現價計算的名義GDP 物價因素會在核算當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去年美國高通脹 而中國去年的物價就非常平穩 美國的高通脹大幅拉高了名義GDP的規模 國家法改委就認為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整體向好 近期不少國際機構紛紛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而且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 全國上下認識高度一致 對通過努力實現今年的目標充滿信心 聖道頭條記者郭穎恩在北京報導 那麼早